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11月13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妄为独报》 我是Jennifer 在美国总统大选结果仍未定 民主党候选人拜登自行宣布胜出后 各国纷纷致电祝贺 但中俄迟迟未正式表态 11月13日 中共外交部对美国总统大选的口风 再度发生转变 称尊重美国人民的选择 并祝贺拜登先生和哈里斯女士 分别当选为美国总统和副总统 不过言辞仍嫌诡异 给自己留了空间 早些时候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公开声言 对美国大选不感兴趣 在11月3日 美国总统选举结束 11月7日 美国一些媒体报道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 预计赢得关键州的多数选民票 从而击败现任总统川普 成为下届总统之后 美国的盟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领导人 随即纷纷向拜登表示祝贺 但北京保持了数日的沉默 11月9日 中共当局终于打破了沉默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 以谨慎的中立措辞说 我们注意到拜登先生已经宣布成功当选 我们理解大选的结果会按照 美国的法律和程序做出决定 11月13日 中共外交部口风再度发生倾向于拜登的转变 其发言人汪文斌说 我们一直在关注美国国内和国际社会 对这次美国总统选举的反应 我们尊重美国人民的选择 我们向拜登先生和哈里斯女士表示祝贺 同时我们理解 美国大选的结果会按照美国的法律和程序做出决定 有分析认为 中共之所以突然改变口风 是与川普政府近日接连出手针对中共有关 11月12日 川普总统已签署一项行政令 从明年1月11日起 禁止美国投资中共军方拥有或控制的公司 并限定在明年11月11日之前撤回相关投资 川普政府认为 美国投资支持中共军方发展的中国企业 会支持中共军队的扩张 11月12日 川普团队的大律师林肯伍德研发6条推文 列鼠中共渗透美国政府机关、学校、收买政府官员等行为 直指现在美国正处于与中共的政协大战之中 中共用Dominion投票系统操控美国选举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虽中共外交部首次通过发言体系发声祝贺拜登当选 但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仍尚未表态 而更诡异的是 中共央视的新闻联播也没有汪文斌祝贺拜登当选美国总统的内容 新华网、人民网也都没有这个内容 甚至连搜索都搜索不到 前纽约市市长川普竞选团队诉讼律师鲁·朱利安尼 11月11日在接受美国电视节目Actionable in Challenges采访时透露 一名投票机公司的员工作证 密歇根州凌晨送来的数万选票全投拜登 无一张投川普 谈到川普总统挑战关键州选举结果的法律案件状况时 朱利安尼重点谈及密歇根州和宾州 川普已经在这两个州提及诉讼 他说过去哪次选举的舞弊也没有今年一半多 朱利安尼提及投票机生产公司Dominion Voting Software 该公司占据美国投票机市场三分之一以上的份额 在28个州开展业务 该公司在2019年聘请了众议长南希·佩洛西的前幕僚长 做游说工作 朱利安尼说 川普竞选法律团队在密歇根州案中 获得一份Dominion工作人员的证词 该名工作人员说 凌晨4点有10万张选票送来 都是投给拜登的选票 没有一张投给川普的票 工作人员被告知 这些是用来追上川普的 因为川普引先太多了 朱利安尼说 当这名Dominion工作人员觉得不对劲 向上报告时 他被告知 这不关他的事 朱利安尼表示 还有三四个证人准备佐证这一点 他说那不是吹哨人 是记录在案的证人 11月12日下午 在川普总统转发推文 指控正在大选风口浪尖上 受质疑的Dominion投票机 删除了270万张川普的选票之后 该公司和左媒纷纷表示 这个指控是无根据的阴谋论 不过另一家媒体国家脉搏援引联邦选局委员会FEC的数据发现 这家公司的员工几乎都是民主党捐款人 这或许解释了为什么该公司投票机的故障 导致的结果都是把川普的票错投给了拜登 而没有把拜登的票投给川普 蚂蚁集团上市计划被中共监管机构叫停背后的原因众说纷纭 由美媒援引知情中共官员披露 是习近平亲自叫停了蚂蚁集团的公开目骨 原因是马云的讲话激怒中共领导人 分析指这也是马云与中共政府多年来紧张关系的一次总爆发 蚂蚁集团即将上市前夕 其控股股东马云10月24日在上海第二届外滩金融峰会上的一番犀利讲话 引发中国金融圈震动 马云发言之后被约谈 该集团上市也被叫停 华尔街日报11月12日引述知情中共官员的话报道说 马云在外滩金融峰会的讲话激怒中共领导人 几天之后习近平亲自下令中共监管机构进行调查 并有效地停止了蚂蚁集团的公开木股 报道没有进一步解释习近平亲自下令是出于什么考虑 却提到有中共高级官员表示 习近平不在乎大家会否以此致富 他关心的是大家致富后会做些什么 以及其利益是否与国家利益保持一致 该报道说习近平以越来越不能容忍资本和影响力 不断壮大的大型民营企业 这些民营企业被认为是习近平统治地位的威胁 在日趋强硬的中共党内 一些派系也认为 这些大型民企威胁到了他们追求的稳定局面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消息称 马云10月底发言前曾有人劝其放软语气 但他仍坚持要畅所欲言 结果激怒中共高层 蚂蚁集团的上市也就此叫停 接近马云的两名消息人士披露上述细节 其中一人说 马云就是马云 他只想说出自己的想法 两名消息人士称 多名高级金融监管官员对马云的演讲感到愤怒 甚至感到被一拳打脸 这番讲话也促使金融监管官员 要求对蚂蚁业务进行全面审查 做出书面指示的包括习近平信任的经济顾问刘鹤 华尔街日报指出 这次马云被整肃 使整个中国最著名的企业家与当局之间 多年紧张关系达到顶点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11月12日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 台湾一直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对此台海两岸接连表态 观点截然不同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 斥其出于一己政治私利编造谎言 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则说 中华民国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的确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蓬佩奥接受采访时谈到多项重大外交议题 当中特别提到台湾 蓬佩奥表示 过去他担任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局长 与目前任职国务卿期间 都曾表示美国对台有清楚承诺 且会持续维护相关承诺 台湾从来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里根政府制定对台政策时就已承认此事 且美国已经坚守了35年 两党都应循 也是跨党派的事实 中共外交部13日对蓬佩奥的讲话 做出了严厉的回应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在例行记者会上说 中方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停止任何形势的美台官方接触和军事联系 停止任何损害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的言行 不要在错误和危险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汪文斌还说 中国将回击任何损害中国核心利益 干涉中国内政的行径 台湾总统府发言人张敦涵回应 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国家 这是不争的事实 总统府并强调 台湾一贯的主张是两岸应基于对等尊严原则 共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现状 台湾将持续善尽国际义务 为台海与区域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 贡献良善力量 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外交学系教授 罗叶忠认为 美国过去在台湾是不是中国的一部分的问题上 采取战略模糊的表达方式 而蓬佩奥这次的发言极有可能是经过计算的 是在打擦边球 测试北京当局的底线 在上海出席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庆祝大会后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11月12日在赴江苏南通 考察长江生态 他并强调此次调研目的 为长江经济带和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因此专门来看看这里的环境整治情况 不久前 习近平还赴广东出席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 其频繁活动引发外界多种猜测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一个月内 频繁考察中国经济最繁荣 技术也最发达的三个地区 北京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前讲师吴强认为 在中美关系恶化的状况下 习近平似乎想了解一些实际情况 以此强化他在党内对美强硬对抗的姿态 吴强还分析 习近平与上海等长三角地区高官 进行近距离接触 实际上是做一个讨价还价 给这些地方官员放权让利 换取这些地方的支持 这种关系体现在十四五规划 刚刚结束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当中 把这些发达地区作为习近平个人执政基层 为中共二十大做准备 为他第三个任期做准备 对于习近平下半年频繁到各省考察 官媒进行密集报道 旅美学者宋扬接受采访时说 从共产党传统作风来看 最高领导人如果在短时期内 频繁地到地方去进行所谓的考察和调研 那么很可能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出了一点问题 另外 最高当局可能在酝酿某一个重大政策 他也有可能去进行所谓的调查研究 如摸底吹风等 一些专家们认为 中国在不久的将来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 是既定事实 那么中国在国际社会上 拥有与经济规模相匹配的地位吗 被称为世界最具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的 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罗伯特·巴罗的答案是不 据《朝鲜日报》11月13日引述专家报道称 中国即使GDP战胜美国 也无法成为超级大国 该报道说 日前由《朝鲜日报》主办的 第11届亚洲领导力大会ARC上 国际经济学者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罗伯特·巴罗 和世界经济研究院理事长全光宇进行了对话 据该报道 被称为世界上最具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的 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罗伯特·巴罗 在谈话中断言 即使中国在GDP方面超越美国 也无法从美国手中夺走超级大国的地位 全球领导力不是以GDP来表示的经济规模 而是以人均GDP来表示的 与国民生活质量密切相关的指标 即使中国在2030年代 凭借GDP超越美国 但在人均GDP方面 无论如何也无法超越美国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透露 今年中国人均GDP的预测值为1839美元 仅为美国人均GDP63051美元的五分之一 巴罗强调 人均GDP的原因在于一个国家想要真正成为强国 不仅需要经济实力或军事力量等硬实力 还需要学问 艺术 文化等软实力 巴罗说 这种软实力源自福利或人权等国民生活质量 他认为 中国仍然没有实现地区的均衡增长 中共的扩张主义外交政策和统治体系 也将成为领导全球的绊脚石 朝鲜日报说 据巴罗预测 就算政权更迭 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在大框架下不会有改变 他说 拜登虽然喜欢开放的自由贸易 但对中国存在国家安全和技术外泄的忧虑 以上就是本期《万为独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同时也欢迎您点赞 转发 分享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